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估计啊 咱俩的事可能是败漏了 那咱们只能分手了 你说分手就分手啊 分手孩子怎么办呢 这样 孩子我帮你啊 每个月给我们娘俩一半块钱摄养费 等孩子长大了 我肯定告诉他事情 也只能这样 以后我每个月往你卡里打钱 媳妇 我回来了 老公 小松同意每个月给我们一半块钱摄养费了 那傻子 还以为儿子是他的呢 就算了 那是哪个月 熊